你好,欢迎回到科技参考,我是卓克 在2022年4月份、5月份 尽管中国没有普遍的出现持续的异常的高温 但起码北京已经有一些迹象了 在5月末的几天,北京持续出现了几天高温 而相比北京,世界其他地区高温天气更是普遍 已经多次突破有温度统计以来的历史记录了 今天这期科技参考,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越来越热的2022年 热浪带来的除了冰川融化之外,还有放射性物质的过量释放 甚至在地球上某些人口稠密的区域 产生不再适宜人类居住的条件 接下来咱们挨个的说 首先是印度跟巴基斯坦的聚热 这波热浪是从3月中旬开始的 持续了一个多月,在4月末达到了高峰 印度大陆的南部跟中部被高温笼罩 按照印度气象局发布的全印度平均温度统计 3月份,印度南部的日均气温均值是28.8摄氏度 中部是28.0摄氏度 日均气温是这样统计的 一天有24个小时 每小时都测量一个温度 把这些温度加在一起除以24 就是日均温度 那日均28.8摄氏度有多热呢? 我们可以用中国的三大火炉城市来对比 这三大火炉是武汉、重庆、南京 它们在6月份到8月份,也就是一年中最热的这三个月里 日均气温分别是27.9摄氏度 27.2摄氏度 26.8摄氏度 你看,没有一个到28摄氏度的 印度气象局发布的报告也称 这是印度自1901年有温度统计以来最热的三月 热量也一并影响到了巴基斯坦 刚刚过去的三月 也是巴基斯坦有温度统计以来最热的三月 接下来的四月 印度南部的高温还没有退去 西北部又迎来了一波比三月份南方更热的高温 四月份的统计是这样 最热的中部日平均气温达到了31.4摄氏度 南部达到了30.0摄氏度 而这些还只是三月份跟四月份的日均统计值 如果到了今年五月份 日均气温超过35摄氏度是很有可能的 这就相当于在上海的七月份的气温基础上 在每个时段都均匀的升高10摄氏度的感受 NASA也根据全球温度的统计数据报告了这个现象 他们认为印度中部跟西北部气温 比正常水平高了4.5摄氏度到8.5摄氏度 印度为什么会这么热呢 据气象专家分析 是由于横跨太平洋中部跟东部的拉尼纳现象直接影响 我在文稿中放了一张 2022年4月24日到5月21日 全球海水平均温度的变化 如果你点开文稿呢 就能明显的看到 图中像刀刃一样蓝色的区域 占据了整个太平洋超过四分之一的区域 这个就是拉尼纳现象 也就是低温的海水 它从整个南美洲西部一直延伸到了澳洲 把本来应该吹向印度大陆的季风 向更北方向推去 导致了印度中部的干旱和炎热的天气迟迟不能消除 看完最热的印度 我们再来看南极北极 北半球的夏天就是南半球的冬天 所以三月是南极逐渐变冷的月份 不过深入南极大陆腹地1000多公里的康科迪亚考察站 记录到了零下11.5摄氏度的高温 尽管绝对直上说这还是挺冷的 但那里往年这个时刻都是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的低温 而且这个温度比康科迪亚考察站建站以来的最高温度记录 还高了1.5摄氏度 北极也有很多测温点 发现了高于以往30摄氏度以上的异常高温 美国国家海洋跟大气管理局统计是 与1979年到2000年的同期平均温度相比 南极大陆三月份高了4.8摄氏度 北极地区高了3.0摄氏度 而同一时期 全球平均温度也只比1979年到2000年高了0.6摄氏度 也就是说全球变暖以最极端的方式爆发在了极地地区 变暖对南极冰水的影响是这样的 首先受到影响的是海冰 虽然南极绝大部分冰是固定在硬置陆地上的 这个冰层厚度达到几千米 但还是有小部分陆地跟海洋接壤的部分存在海冰 海冰漂浮在海面上起到了固定陆地冰的作用 当海冰消失之后 没有海冰阻隔的陆地冰山会迅速的滑入海洋 而今天发生的情况是 南极海冰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消失 最近记录到的海冰面积是190万平方公里 这个是历史最低记录 接下来几年 人们将在北极看到完全没有浮冰的夏季 在南极将看到大量的陆地冰坠入大海 这就会导致全球海平面显著的上升 极低的异常高温除了会导致冰雪融化 也会让永久的冻土层解冻 永久冻土层指的是那些几十年甚至上千年都不会解冻的土壤 2022年1月 英国利兹大学研究了冻土层解冻之后 一种放射性气体被释放出来的问题 这种放射性气体就是惰性气体冬 冬会经过多次衰变最后变成千 而衰变过程中释放出α粒子 永久冻土层中的冬就像冻在冰里的气泡那样 会被永远的封在气泡内 不会从土壤里飘出来 而如果冻土层解冻之后 气泡就会往外飘 靠近地面的房屋跟地下室都会受到它的影响 可能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说过冬气的放射线带来的危害 但实际上在全部癌症的死亡数字中 冬气的贡献大约占了10% 这是仅次于吸烟对肺的伤害的 也是远远高于严重雾霾对肺部伤害的 之所以会有冬元素 那是因为冬是放射性元素 雷226跟U238的二次衰变产物 尽管已经衰变过一次 但冬依然还会继续衰变 和其他放射性物质不一样 冬是少数以气体方式存在放射性的物质 那些固态放射性元素呢 它会始终沉积在土壤里 而气态的冬会飘出来 如果室内没有空气流动的话 就会不断地积累冬的浓度 因为是气体 所以就会被吸入肺部 于是高能的α粒子 就会直接破坏肺部的细胞DNA 在丽兹大学的研究中 动土解冻之后释放出的冬气 会让地下室和一层的室内环境 每立方米增加200倍克的放射量 而今天大部分国家的 房屋室内安全标准中 冬的放射性要求都在 100倍克到200倍克每立方米的范围 也就是说 按照现在动土融化的速度 之后不可避免的会导致 室内放射性超过安全标准的 1到2倍 格陵兰的科学家 对动土层导致 供气增加的问题 做过初步的测量 59栋住宅里 有17栋的放射性 超过了200倍克每立方米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 变暖造成的人类宜居带的变化 虽然地球是人类家园 但如果温度一直这样升高的话 势必会有一部分区域 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当然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区域 自古以来在地球上就一直有 比如说今天的撒哈拉沙漠 在最近几千年里 就是一直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但今后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不是在撒哈拉沙漠边缘 再稍稍外扩一些形成的 而是在今天人口稠密的地区 涌现出来的 比如说印度中部 一两百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在每年的四月份到五月份就不再适合人类居住了 甚至连中国也不能幸免 2018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研究就预测了 2070年到2100年 华北平原地区的湿球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 于是华北平原大部分地区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有人觉得很奇怪 35摄氏度算什么呀 我们今天这就38摄氏度呢 也不会到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步啊 这里有一个新的概念叫做湿球气温 什么意思呢 湿球气温是考虑到人体降温功能叠加之后的总体效果的温度 因为我们可以靠出汗来降低温度 水分蒸发带走热量 可以让身体保持比37摄氏度略低的一个恒温 但同是42摄氏度的环境啊 有的时候人体是可以把体温控制在标准值范围内的 有的时候体温呢就降不下来 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有的时候空气太潮湿了 这个时候人体出的汗并不能被蒸发 于是热量就不能被带走 湿球气温就是让温度计下面带一个用水浸湿的棉球 然后给它吹环境风 在水分充分蒸发的基础上 看看这个温度计测到的最低的温度可以降到多少 那对人体来说呢 体表温度通常是35摄氏度左右 也就是说把一个人的皮肤涂满水 再用风扇吹促使水分蒸发 在这样的条件下 如果体表温度依然高过35摄氏度 那就不妙了 这个环境就是致命的了 但如果我们真的去看环境温度跟湿度 这个时候大约是一个什么样的参数呢 通常是这样的 环境温度超过47摄氏度 而且湿度超过50% 这个时候你再用水去散热的话 是怎么也不会低过35摄氏度的 人类将无法在这个环境中生存 最多只能维持几个小时的生命体征 然后各个器官就会迅速衰竭 这篇研究说 华北平原将不适合人类居住 就是利用了35摄氏度 湿球温度这个概念 造成湿球温度超过35摄氏度的原因呢 一个是全球变暖 另一个是华北平原种植的农作物比较密集 灌溉系统会提高空气湿度 35摄氏度湿球温度当然是致命的 但实际上根本用不着到这个水平 就已经是极度危险了 各国气象部门都认为 对老人和小孩 还有那些健康程度不佳的人来说 湿球气温高于24.6摄氏度 就达到了危险的程度 还有一档是29.1摄氏度的湿球气温 就已经被定位为极端危险了 而在今年的4月29日4月30日这两天中 印度跟巴基斯坦一半以上的温度记录点 都测到了超过28摄氏度的湿球温度 而印度14亿人口 只有1.7亿人能享受到空调 所以可以预见到 印度虽然人口年轻数量庞大 但由于不断变热的地球 跟夏季电力在印度普遍缺乏 热的问题对印度将是灾难性的 这个国家很多领域的发展空间 都会受制于 不适宜人类居住范围的扩大 而印度又是很多国家 今后几十年的样子 所以留给地球的凉爽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好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